大家好,我是尚一哥 今天是我们这边的感觉哦 爷爷都问我学不学这个烟鸡手术 他说免费的哦 爷爷多大了? 75岁 爷爷这个烟鸡手术做这个行业多久了? 五十多年了 爷爷做这行五十多年了 他跟我说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学这个 对对对不愿意学啊 免费充足 免费充足 现在都没能上门学 所以爷爷怕这忙手术跟手艺失传 75岁的爷爷 白天也要照着这个电筒来研究 因为他这个眼睛的话有点那个老巴了啊 对 光线不好吗? 光线不好啊? 对对对 这会影响这个 你们看不清楚吗? 这一件汁就多少钱? 五块钱一条 五块钱一只是吧? 是 这是真正的老手艺哦 是 你会不会回去老爸 知道吧 去老爸 是是是 你又去老爸 我也 这位爷爷多才多艺啊 在那个年代也是初中生 像当年现在的大学了 跟你学啊 免费 可以可以 还有一个真的想学啊 给这只鸡腌一下的话五块钱 是 最多一天能腌多少只鸡啊? 我一个五百个 一天啊 一天啊 一天腌几百只啊 是 那有收得不错哦 哈哈哈 拍个小口 然后这个是工具 把这个伤 就是那口就是搬开 是 这个水 喝点水啊 把那个毛 沾起来 就沾点水 这个毛就不会冒水啊 不会冒起来 这个河就在这个面 这个面 因为年纪比较大 所以说你看白天 还要那个 装那个电筒才能看得清楚 嗯 七十五岁了 是 七十五岁了 好厉害 七十六的 好厉害啊 我喝一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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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 哇 这个里面太小了 好难找得到 很难 哈哈哈 这个真难 哈哈哈 来了来了 真取出来了 来了 来了 好 对你来 待会看一下啊 这么小 你看七十五岁的爷爷 这里面还能找得到 很难找 这是凭经验的啊 你看 这么小 小的 其实爷爷 今天很好啊 七十五岁了 这是一种爱好 知道吗 还在坚持这份工作 只是他现在有点遗憾说 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学 我一定会做的 你也在坚持这些 好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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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呀